明天有没有机会 会议会议 我们都持续关注 今天晚上7点 有我主持的EOC的准备会议 我们会再听取最新的台风路径 相关的雨势风势的分析 晚间8点会对外宣布 隔天是否提班课 台北时我们预呼接下来的雨势 在平地累积雨量都可能达到12小时 累积都达到250 那山区可能都到400 通室的部分 在平地可能都来到11级正风 那山区可能到13级 市区今天半天是没有打架的 那是担心说之前放半天 我家长下午是要去接小朋友 会比较危险 会再去遇到准备 我们宣布停班课 一定就是考量整个四县市 一个共同生活圈 所以有很多跨县市通勤的族群 孩子、营队或课程的接送 还有工作的需求等等 都会跨基隆台北、新北 甚至到桃园 所以这个我们要确保大家整个 包括交通、工作需求、通勤的安全 这是最重要的考量 好,说明一下 好,现在经过 其他团队最新的分析预估 这一次的台风 确实在今天下午开始 雨势、风力都会逐渐增强 那对北部地区 特别台北市的影响 就会从今天 一直到明天上午 都是最严重的时刻 所以还是要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 绝对不要轻忽 而且要严正以待 刚刚有提到 在7月10日 确实一场下午的即时强降雨 造成台北市有几个区域 比较严重的激烟水 好,特别在信义区 所以我在前天也特别安排 到0710 好,当时受灾较严重的几个里 还有山区去视察 包含在六合里 好,当地有一个整件工程 好,那以及东大牌 左岸的高护栏 好,我们在8月底 确实就会完工 但是在这之前 依应像这次台风来 我们已经做了相关的整备 包含太空包的对叠等等 另外我们也到了 吴星街600巷100弄 去实际了解 7月10日 当时的激烟水状况 而且也在当天下午 特别再请水利处 是实际现场了解 目前也提出了改进的方案 包括测购加宽 或是排水道 我们再做整个改建 等等这些 我们都有全面再去视察 针对7月10号 所以因应这次的台风 刚刚我们也在EOC准备会议当中 特别再请相关局处 特别针对我们将团队所预估 造成比较影响严重的山区 包含南港区、信义区、文山区以及北投区 我们再次针对 包含土石流浅室溪流 列管的边坡 以及山区老旧聚落 再次加强巡检 而且请各区指挥官 也是区长 特别留意 届时如果达到需要疏散标准 一定是即刻协助民众进行疏散 市长问一下水源的部分 因为去年一年上路 那今年第二年应该持过很错 那还是有两百两个部分 确实这一次我们依照过去的惯例 进行水源关闭前 四小时指数不进的措施 所以在昨天下午四点开始 我们就进行指数不进 到完全八点截止 我们就进行脱调 那我们是在前天就决定 会在昨天下午四点开始执行 所以在前天 我们就发出了13万通的简讯 昨天上午再发13万通简讯 以及交通局回报 在我们执行这四小时当中 最后两小时会再次通知 最后一小时也再次加强通知 就是确保民众车主他们的权益 但也必须兼顾整体市民的安全 所以这一次确实我们在八点之后 执行脱调 截至凌晨12时 大约有两百辆七七车 那相较于去年 确实执行脱调的车辆较多 但这个部分 我们也因为因应这一次的台风 因为在前天我们听取报告时 非常担心它会是西北台 那届时对台北造成的风势雨势 会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一定都秉持 料理从宽预理从严 而且事先做好各项的整备 所以我们会提前来执行 四小时指出不进 以及后续的脱调 以及接下来水门关闭 所以在这一次执行 确实我们是比较提前 但这部分我们因为因应界 是可能带来的好大雨 我们必须要提前做相关的因应措施 这当然也有可能是原因 所以我们都会来做各项的因应 未来也许在加强通知宣传上面 怎么样让民众了解 其实这次的台风 虽然在昨天可能看似在台北地区 还没有这么强的风雨势 但是我们站在市府的角度 我们必须做提前的各项整备 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 在面对开密台风 绝对不要轻忽 因为接下来可能带来的风势雨势 是远超乎我们的预期 上两个问题跟你请教一下 一个是今天你有新增一些视察行程 那大概会放的重点跟访谈 重点是什么 第二个是跟你请教 今天放假的标准 因为听说其实早上的风雨是未打飙的 那最后为什么还是去决定要放整天假 那因为昨天吉北北淘的平台 听说基隆和新北太市是比较希望放假的 那会有台北被绑架着放假的感觉吗 今天我们安排的接下来是什么行程 包含等一下我就会到南门市场去了解整个 蔬果菜的供应情况 以及了解整个菜价的波动 第二我们也会到捷运湾大县 植物园站去了解整个捷运站状况 那下午我们会到包括荒荒期的改造工程 以及到奇岩抽水站 并且也会视察包含三角度 题外停车场相关的整备工作 那至于大家关注今天宣布停班停课 我们都是依照过去相关的作业标准来进行 那很重要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一定是以市民朋友的生命安全为最优先的考量 第二我们也是要和吉北北淘四县市 来进行相关的沟通 因为是共同生活圈 特别在这个时刻 我们考量很多的民众上下班通勤的安全 同时以及很多在属下期间 孩子他们安排的课程迎对等等 有相关 包含住台北在新北上班 或是在新北 住新北在台北上班 那当然临近的基隆也是如此 每年通勤人口这么多 所以我们根据相关将团队提供的最新资讯 我们昨天也跟四县市密切的联系 大家达到共识 就是在今天宣布停班停课 那当然 另一方面其实在台北市 我们的山区 还有在新北桃园 一些地方 风市雨市 确实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综合整体的考量跟评估 所以做了这样的决定 市长因为刚刚气象预估 我们今天晚上可能达到十级 然后先去达十三级 所以明天有没有机会再到一天 我们都持续关注 所以今天晚上七点五 我们会再次 今次由我主持的EOC的准备会议 我们会再听取最新的台风路径 相关的雨市风市的分析 来照过去的惯例 晚间八点会对外宣布隔天是否停班课 那目前了解确实在今天下午开始 我们的风市雨市都会增强 刚刚气象团队的分析 对于风市降雨都上修 也就是在台北市 我们预估接下来的雨市 在平地累计雨量都可能达到 12小时累计都达到250 那山区可能都到400 那风市的部分 在平地可能都来到11级阵风 那山区可能到13级 等等这些确实 我们再次的呼吁民众 今天停班课 尽量减少外出 下午时刻风雨增强 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 市区今天半天是没有打掉的 那是担心说之前放半天 家长下午时要去接小朋友 会比较危险 所以才考虑放半天 我们宣布停班课 一定就是考量整个四縣市 一个共同生活圈 所以有很多跨縣市通勤的族群 孩子营队或课程的接送 还有工作的需求等等 都会跨基隆台北 新北甚至到桃园 所以这个我们要确保大家整个 包括交通工作需求 通勤的安全 这是最重要的考量 而且也不会单纯只考量 说上班时刻 下班时刻也并整体综合评估 所以达成这样的决定 那最重要我们也是 要民众在停班课期间 一定要做好房台的准备 以及各项相对于生活的安排 必须要有这样的时间 让民众能够包括 刚刚特别提到 比如说悬挂物 盆栽赶快做好 加强稳固 那该采埋的尽快做好准备 好等等 我想这个是我们停班课 也必须要呼吁民众 避免外出做好准备 老师老师 我们第一 一定都会随时掌握 气象团队给予我们最新台风的路径 以及预估带来的雨势跟风力 那我们会根据这样的一个预估 来做重整的评估 那我们也会遵照相关停班课的作为标准 当然最重要也是 是我们必须整体极北北套 一日共同生活圈 整体的沟通联系大家共同决定 那当然再加上 绝对不要轻忽台风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那这一次台风在今天 即便上午大家可能感受的雨势风力 没有预期中的强 但是根据团队的预估到下午时刻 其实相关的雨势风力就会越来越强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经过四线市大家共同的讨论 我们来宣布底班课 那当然我想最帅的不会是我 最帅的会是今天还依然必须留守 而且出勤的辛苦的师傅团队 很多单位的同仁 以及辛苦在各项防台整备上面的团队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还是再次呼吁民众 自身做好各项的防台准备 避免外出 同时我刚刚也再次要求各局处 在相关防台的准备工程全面的落实 绝对不要轻忽 市长一直提到说 希望民众都在在家 但是怎么看台北市的潜规是后吗 所以刚刚我们也听取局处的说明 我们会再次的请相关单位 包括观传局媒体事务组 呼吁民众绝对不要轻忽 当然现在我们对于台风整个路径的预估 其实接下来今天下午 雨室风力就会增强 那我们目前累积所接获的相关灾情 今天上午大概30件 就从昨天累积到今天上午30件 那很多是露宿倒塌 当然没有造成伤亡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提起民众 届时可能带来的灾情 我们必须要严正以待 市长那现在压力更大的应该是 李秀院市长 他才落地五个小时 落地五个小时 然后就马上反台 那当然有人称他是铁娘子 那市长怎么看这个防台政治学 卢市长确实非常辛苦 我看到他这次安排出放美国 但也心细 台湾这边台风整个对于各县市的影响 所以他也即刻决定来返台 那卢市长其实在机场也做了清楚的说明 他非常关心整个台风 对台中市的影响 也必须要确保台中市民各项的安全 以及防台准备工作 所以卢市长之所以是妈妈市长 我想从这一点大家就看得出来 他确实 事实都以市民的权益为优先的考量 市长请教一下就是 您以外的车辆都已经输占完毕了 但是我们下午三年还是有安排一场 三角度的一个视察 请教一下就视察的重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提到下午 空市雨势都会增强 山区的雨量也会增加 那请问一下翡翠水库这边 原水管第一次的转用 已经切换完成 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供水的准备 或是有其他措施 好下午我们当然安排包括前抽水站 以及相关的黄港区改建工程 另外回到三角度 当然主要也是看整个下午逐渐 雨势风势增强以后 我们对三角度 因为过往这边确实也有 这种淹水的情况 所以我们除了看一些相关设施移除的情形 当然更重要我们看 怎么样面对这一次届时雨势 如果非常强 我们这边怎么样避免淹水的情况发生 那另外刚刚谈到翡翠水库管理局 其实我们刚刚在准备会议也特别提醒 因为累积雨水的容收量是540毫米 但是气象团队的预估累积雨量可能会达到700毫米 所以肥水库管理局刚刚也说 他们会进行调节性的泄洪 当然我们也再次的提醒 届时如果雨势非常大 累积的这个雨水达到非常高的毫米 那届时有泄洪的需要 我们现在也必须预先做好各项的准备 以及通知 包含下游地区 以及联系新北市政府 所以这个部分 肥水管理局 就会来进行相关的准备 市长 就是台北与高雄 现在是接到通知 就第一时间有选付了台风下 就按照标准 但是包含中部地区是比较晚放的 那市长会觉得他们是相对好像有点晚 我想各县市他们一定都是 即时的掌握最新台风的路径 以及气场团队给予他们的分析 那这一次台北台风 其实它随时都在变换 路径 而且带来的雨势风力 都有不断的变化 好比前天我们接惠气场团队的预估 它有可能并不会登陆 就是从台湾旁边消过 那对于台北来讲我们 如果是西北台 就会影响非常严重 但后来我们了解它慢慢的偏南 那会从宜兰的地方 这边切入 那当然就会对于整个台风 做了一些相关的破坏 慢慢对于北部地区 不如西北台所带来的影响这么严重 那我想台中或中部地区 他们也是掌握了即刻最新的相关预测 做的一个判断 那同样的也是以民众的安全 为最优先的考量 市长怎么看双城论坛最快8月 何时会登场 那有超低目前的合作被忘录 还有论坛的方向 双城论坛本来就没有一个 确定的一个时间 那其实包括像论坛的主题 分论坛的议题 我们都持续在跟上海沟通 所以这个部分只要确定 就会跟大家来报告 好 谢谢大家 辛苦了